2024是一月美国总统大选 美国总统拜登这个星期在关键摇摆州兵州展开三天造势 但现在拜登因为在中东的加萨战火 所到之处都有年轻世代抗议过度支持以色列 专家指出如果青年世代的愤怒情绪燃烧下去 拜登恐怕会流失重要的青年选票 而美国的众院议长强身 因为计划推动援助乌克兰法案表决 遭到自家极右派共和党人发动罢免 美国总统拜登2024连任之路最大铁板 可能是如影随形抗议他加萨政策的示威 在关键摇摆州兵州 连阵营刻意选的友善造势场地 联合钢铁工会位于披兹堡的总部外 也有大批学生聚集抗议 不管场内的拜登听不听得到 他们要站出来表达被拜登外交政策的不满 今年以来拜登几乎每场造势都遇到抗议 阵营截至目前为止都避开校园 年轻人对所谓反拜登就等于帮助前总统川普选情的说法 根本嗤之以鼻 专家指出 如果这种愤怒持续烧下去 拜登将会是自越战以来 最不受学生欢迎的民主党总统 对民主党来说 走入校园一向是竞选重要的一战 但拜登在青年这一块显然优势不在 有年轻人说后悔四年前投给拜登 但值得注意的是 挺巴勒斯坦示威不仅仅是校园运动 还扩及其他族群选民 为了拉回竞选主调 拜登在宾州启动连三天造势 重点放在经济和对手川普 同天川普在纽约为刑事审判出庭 拜登则选定出生地 宾州的史克兰顿市为第一站 不只要呈现他与川普的对照 更要用小镇价值观 对上川普的亿万富翁价值观 拜登矛头指向川普计划延长 明年到期的2017年减税法案 誓言将对富人和企业加税 承诺年收40万美元以下不加税 不过川普反对拜登加税 发出警告 而今年选战另一个焦点议题 就是堕胎权 亚利桑那州众议院民主党人 试图废除1864年的堕胎禁令 但没能获得足够的共和党人支持 这个月初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裁决 恢复旧法 除非危急孕妇生命 否则禁止任何堕胎行为 危者最高处以五年刑期 亚利桑那州民主党人计划 把恢复堕胎权 列入11月大选投票议题 有可能将牵动总统大选 和国会全力平衡 距离大选还有200天 美国众议院议长强声 却已面临议长大卫保卫战 因为他决定本周六 推动乌克兰援助案表决 强声把参议院950亿美元援助方案 包括对乌克兰 以色列和台湾等 分拆为四个法案 部分改以贷款的方式 也可能包含TikTok禁令 不过在极端右翼共和党人 反对原屋下 将策动把强声拉下台 到时候他一掌一职 反得靠民主党人来保 体育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